大家快来看,小崽子们已经20天了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自主进食了 所以今天来给崽子们做一个水果下午茶 正好天气也越来越热 吃点水果降降火吧 家里还有一个大芒果,给他们切了一下 我这个手艺不太精湛 切的果肉就这么一点 每只崽子都来分两块 像这种水果下午茶 崽子一天吃不完的话 第二天一定要扔掉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 放时间长了,容易坏哦 下面这个碟子是给花枝鼠和一大窝仔吃的 所以量会多一点 水果宴,今天的所有配餐和所有下午茶 全部都是水果系列的 闻起来都超级香 这个是马卡的苹果和草莓乳酪 无糖香蕉干 这个也是每只崽子一整个 因为我们的下午茶都是一个月举办一次 所以说就不用分得太细致了 烘干的苹果粒,每只崽子长两颗 今天的水果宴除了芒果以外 全部都是烘干的 这样可以避免崽子吃到过多水分的水果蔬菜 导致辣肚子和软便 像平时我们在家 想给崽子做水果蔬菜宴 都是可以的 但记得一定要提前查看 崽子的肠胃是否也是健康的哟 冻干草莓粒粒 像平常一大颗的草莓 崽子可能会吃不完 所以这种粒粒是很方便的 平常撒一点就可以了 崽子们一次也都能吃完 撒完草莓粒就完美告成了 这是崽子们的鼠生第一顿下午茶 也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吃 小虎文 这是那一窝里面最胖的 超级可爱 浓眉大眼的 小家伙们可能对这些东西还比较陌生 刚开始都不敢吃 鼠妈先给他们试一试读 小家伙们后来看到鼠妈吃的这么香 就都围过来了 我就不打扰他们吃饭了 好了拜拜下个视频见